新的一年就意味着 新的投资机会渐渐地浮现出来 2022环球经济趋势如何 而中国当下经济状况 能够催生出哪一些行业的爆发机会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有请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来谈一谈他新一年的十大预言 那么现在就跟杨先生来连线 杨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 可能有很多投资者 都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习惯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 看一看您的这个十大预言 那么今天也请您 跟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 今年这个十大预言的内容吧 好的 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消息日 但对于今年的行情 都有一个预期 那么过去三年 我连续发布的十大预言 多数都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那么对于2022年有哪些预测 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条是欧美疫情形势好转 需求回暖 全球经济继续复苏 那么现在虽然疫情仍然在四个月 但是随着接种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 加上一些治疗的药物逐步发明出来 那么欧美的疫情有望得到好转 那么全球经济将继续回暖 那么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继续延续 那么第二呢 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继续推进 GDP增速会落到6%左右 那政治疫情 我国控制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疫情基本上得到了雨消控制 只有个别地区出现少数病例 但是经济转型 所带来的经济增速会落到6%左右 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因为低基础的效应逐步消失 那么经济增速回到一个相对中速的增速 这是我们面临的大环境 第三 大量居民储蓄继续通过基金 或者直接开户入市 加速入场 为A股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料资金 我2019年就提出 随着房地产的调控不断加强 大量的居民储蓄 有望通过买基金等方式 源源不断的流入到资本市场 现在这个判断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去年A股市场销售基金 达到了2.98万亿 前年达到了3.16万亿 预计2022年 新基金的发行量 仍然会达到3万亿左右 这将会给A股带来更多的资料资金 4. 外资继续流入 A股优质龙头股 全年流入3000亿左右 这两年外资每年的流入量 大概就是3000多亿 那么外资流入 一方面给A股市场带来资料资金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价值投资的理念 外资流入的股票 多数都是业绩优良的优质龙头股 去年很多优质龙头股出现了大跌 出现了挫杀 那么随着外资的流入 以及基金等机构资金的增加 那么优质龙头股在2022年 可能会领涨两市 5. 随着经济复苏放缓 货币政策中性偏宽松 稳增长是央行重要的政策目标 那么当前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 那么央行可能会采取更多宽松的政策 来支持经济复苏 比如说降准降薪都省断 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 可能会适度的平宽松 从而维持当前的增速 6. 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 刺激消费政策陆续出台 现在已经逐步的出台了 向汽车下降 家电下降的手段 明年可能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 会出台更多刺激消费的政策 消费现在已经替代了投资和出口 成为推动国经济资产 最重要的一个引擎 7. 市场飞化明显 看好消费 新能源 和科技互联网三大方向的白龙马股 看空周期股和题材股 那么今年 三大主线 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新能源 还有一个科技互联网 去年表现活跃的一些周期股 体财股可能会出现大跌 那么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机会 一个是关注一些消费股的表现 很多消费股去年跌幅比较大 那么我管理的千岳科云 优质龙动基金 在去年8月份 分低进行顾举 我认为今年 这些消费大马股 将会迎来 恢复性上升的机会 而新能源在去年处于全年的主线 我一直坚定看好新能源 那去年全市场排名第一第二的基金 全部都是千岳科云的基金 这说明我们在新能源方面的配置是成功的 那么在新那一年里 我认为新能源还是市场的一个主线 只不过因为去年涨多了 所以今年的波动会加大 那么港股方面 我重点看好的是科技互联网巨头 由于反冷暖 去年那地方比较大 我认为今年那也会出现恢复性上的机会 对于科技互联网 对于恒生科技指数 我认为今年的会迎来反弹的契机 八 价值投资逐渐深入人心 优质龙头股出现恢复性上涨 再次成为资金配置重点品种 那么价值投资呢 我认为会成为今年主流的投资理念 将是价值投资的大年 那么一些优质的龙头股 将会重新受到资金的关注 九 美联储逐渐缩减贵债规模 2022年下半年开启加息模式 美股见领风险加大 那么去年美股不断地创新高 把A股和港股远远地甩在后面 那么今年美联储开始 从原来的放水变为收水 美股见领的风险在逐渐加大 虽然现在还很难说 美股什么时候见领 但是今年见领的风险确实在加大 特别是下半年 美联储可能会加息 这样的话对于美股的走势 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使A股结构性行情继续延续 赚钱效应提升 双战指数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那么A股市场 今年的话 也会出现结构性的行情 那么特别是双战指数 可能会收出 第四个年头的年线的阳线 那么现在已经收了三年阳线 这是28年来首次 那么这也意味着 这一轮卖牛长级的行情已经形成 后市还可以对于A股 港股的一些优质龙头股保持信心 这就是我关于2022年 十大预言的主要内容 供大家参考 非常感谢刚才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收获良多 那么今年的首个交易日 美股是继续上扬 再次创出了新高 也完成了连涨12年的一个记录 今年在美国加息三次的市场预期之下 您觉得就美股方面 它会不会继续地走高呢 今年美股的坚定风险可能会加大 因为确实美股现在无论是做公职 还是从累计涨幅来看 都已经是创了历史新高 而美联储的汇币政策转向是必然的 现在已经开始每个月减少 3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预计到3月份停止债件购买 减少放水的力度 另一方面美联储可能会 应对通胀来进行加息 这样的话对于美股的走势 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美股近年 有可能会出现冲高回落 或者是见顶的这种风险 和去年相比的见顶风险 在逐步加大 非常感谢杨德文先生 今天跟我们描绘了一个 非常详尽的一个未来的经济趋势 我们也希望在明年同样的时间 再来跟您梳理一下 您今天所讲的这个十大预言 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兑现了的 非常感谢您的视频连线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呢 马上回来 谢谢 谢谢